这个结构体一些基本是用法 也说一些实用注意点 比如说它的作用率 关于那个作用率的话 刚刚我就总结了什么 刚刚我就总结到这里 刚刚我忘了跟你们说了 就是我科学了点笔记 所以我写在这里 你看它作用率是两种 A90在函数外面 A90在函数内部 严格来说一个是代码块 一个是纯具有效 一个是纯具有效 笔记呢 我都写在这里了 你们都要写笔记 来参考一下我这个 好 那是结构点 那结构体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呢 还有一些跟结构体相关的知识 比如说什么结构体数据 结构体还有一个数据的 为什么结构体有数据 结构体是个类型嘛 既然是个类型 就可以用数据啊 比如说我们整齐数据 是代表的 我们的数据里面放的是整齐数据啊 那如果是结构体数据 那你说这个数据里面放什么东西啊 数据是结构里面啊 对不对 那这种东西用的什么场合 多的很可能啊 来个你们来个零八吧 是什么叫结构体数据 那结构体数据我们的平方看到啊 有点费来个open 我写错了 它是我们零八讲的 讲结构体数据 那速度是什么场合 现在open一下我们零八一样 来一下 拍一下看到 现在你干嘛 一个 我们 写个啥玩意 写个 button 等你看到啊 那我们结构体数据用来什么场合 我现在给你画一个场景 画一个场景 来 打开我们的包裹 去哪儿 打工装呢 比如说你玩游戏玩度了 是应该有一个 知道一个什么样 积分榜啊 积分排行榜 经过 哎你多分我多分啊 对不对啊 那个积分榜是长什么样子啊 首先这里就有一行啊 一行的最左边一般的数是放序号 放那个第一名第二名的一个序号 对不对 那右边一般放什么样 是放它的分数 当然也有个什么名称 比如说你叫赵克对不对 那赵克最右边是他的多少分呢 你现在最高分多少分呢 比如说你现在是五千分 你是五千分 你现在是处于我们的第一名啊 对不对 那这也是一个整体 看到是个整体 看到我们把它组合一下 组合一下之后呢 再把它考虑一分放到这里 我们也太多 就几三个码吧 比如说我们排行榜里面 就排三个人 那这是第二个啊 这是第三名啊 对不对 第二年 比如说我还要证模 对不对 证模 证模他没那么高分 比如说他只有五百分 哇第一名的第二名差距好大啊 五千分五百分 那 比如说我们叫这个 这个呢 他只有 随便写 有三百分 对吧 三百分 随便写啊 这样 你看 这么一喜欢 这个是我们一个积分排行榜 那你看 如果你用C元 怎么做这个积分排行榜 你是应该在我们代码里面 用数据类型的表示一下这些数据啊 要再把这个数据展示在我们眼前了 注意一下 那怎么表现这个数据啊 首先你想想想我们一个一行不是一个一行我们一行是个整体啊 这些数据是都是我的一个整体啊 那你说用什么数据类型存储这一行 用什么最好 是结构的 结构 我们是个用一个结构的变量代表一行 比如说一个有一个变量它的名称叫这个 它的基本是五千对不对啊 如果是你怎么解决的 首先我们现在先另一个结构体类型啊 比如说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排行榜怎么行啊 叫REKREKREK是排行榜的一种排行榜 比如说我们这个排行榜或者叫REKREK吧 一般我说这个排行榜的一条记录嘛 这是一条记录一条数据啊 对不对 RE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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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 比如说我这个一条记录不好像什么数据啊 首先是不是有你的 男朋友啊 是不是男朋友啊 出序号啊 出序号 OK 那你讲是还有这个加我的排行榜 这个加我的名称啊 对不对啊 那接下来怎么呢 接下来是不是也还有个东西啊 还有积分啊 英特 Score啊 这个是不是你的积分呢 现在我是定义了这么一种结构体类型啊 那接下来我是利用这个类型来定义相应的变样 存储这些数据啊 这个是不是用一个结构的变量啊 这个家伙是用一个结构的变量啊 这个家伙是用一个结构的变量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一下 我们是至少需要三个结构的变量 比如说写个S S ST Vestudent Ustudent Rank 比如说你叫R1 那你们怎么行啊 比如说你是不是第一名啊 第一名叫谁 这个 这个多分呢 是不是我们的五千分呢 现在我是利用一个边 表示一条结构 那你现在有三条 你想一下按照我们想法的话 是应该搞三个边的 就一条 三条 哎呀 考错了 刚刚没考到这个S了 把S搞过来 好吧 一般的 来 来 那这里是不是我们的第二条 利用啊 是不是第三条利用啊 它是不是第二名 它是不是第三名呢 当然这个叫什么 是不是叫我们的Gym Gym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最后名 是叫Jake JAK JAK 对吧 而且这个家伙是不是只有500分呢 这个家伙是不是只有300分呢 你讲一下 我们这么写 是不是就能表示 我们这个界面上的数据了 顺便 等一下 你是应该把这些数据 展示在我们用户眼前了 所以你是先学会怎么表示数据啊 再考虑怎么把数据展示在我们手机界面上 对不对 先考虑这样 那就很难 那我们这种做法是确实可以啊 是可以的吧 但是有个不好的地方 如果我们这个基本办法排的是前十名 是意味着这里有十行啊 那一旦有了十行你想一下 你是在搞七个变量吗 每一个变量对应我们的每一行 是非常麻烦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用一个数据来装了他们啊 你想一下是不是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现在已经确定 一个结构的变量是表示一行不一样 一个结构的变量是表示一行不一样 怎么用结构的数据来表示我们这个积分排行榜呢 我都不写太多还是三条吧 知道我为什么用数据吗 是不是因为这个结构里之间有顺序啊 对不对 那现在怎么了 咱们另一个数据来装到我们结构的顶上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如果是我啊 我没学过结构的数据 我会猜怎么猜上 我会先看一看 我之前所学的整型数据怎么讲 整型数据怎么讲 英词 英词 括号 是代表我们数据里面能放三个整型数据 那结构的数据怎么行啊 如果是我啊 我猜了我红红线才 我会把这个类型 这是类型吧 我会把这个类型名 替代这个 英词 听懂了吗 因为这个是不是类型名称 你这个数据帮助什么类型 你是写在左边吗 是不是 我现在是想让我这个数据帮助结构点 怎么办 是把结构的类型放左边 听清楚了吗 这搞定了吗 这都好猜啊 完了 那为了应用 我说对不对 你去试一下 对不对 比如说我叫什么 是所有的这个排行榜记录 所有的数据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这么一写是意味着我们的数据 能存放三个几个比例 那怎么网络面帮助 请问 怎么表示这个数据 请问 请问怎么表示这个数据 怎么写啊 你想就好 之前呢 那我们又不是印查 AGS 括号三四代 哪个大方法 结构十 十九 二十 是把十负成0 那个位置 把十九 负成另外一个位置 把二十九 负成另外一个位置 那你说结构的数据怎么复张 怎么复张 是不是再来个 是不是也是一个大方法 是个一大 那怎么办啊 而且我0这个位置 是不是一个结构的变量啊 是不是又一个什么 大方法 听明白的 你思考一下 是不是也能出来啊 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把 什么玩意 把什么玩意 是把这么一头东西啊 把它放到这里啊 再把这么一头东西啊 放到我们这里啊 然后这个家伙啊 是不是放到我们这里 搞清楚没有 现在啊 我们呢 要搞清楚 稍微辅达一点嘛 RECOS0 RECOS0 这个位置对应的 是不是肯定是一个结构体啊 因为我这个叫结构体数组嘛 那0这个位置对应的结构体 是不是我们这一块 是这一块吧 这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那如果是1的话 这个位置对应的 是不是这个结构体啊 对不对啊 那2这个位置对应的结构体 是不是这个结构体啊 是吧 嗯好了嘛 那好了 就要再看啊 那接下来如果我想输出 整个结构的信息 按照这种顺序 打印出来 可以了吧 怎么呢 是来个霍充环了 来个霍充环 霍充环怎么来的呢 是来个INT I等于0 然后I小几啊 是不是也很熟练了 来个I加加嘛 对不对 那这样怎么了 是不是来个输出啊 对不对 现在我们是输出的电脑屏幕啊 那以后呢 看来怎么着呢 展示到手机屏幕嘛 对吧 那首先呢 我们是不是最左边呢 是不是有一个积分呢 积分反正中间是有个空格 现在 或者瞧一个什么 Table Table人见了吗 见过吗 见过吗 Table人之后是加上我们的名称 名称就是再来个 钢梯 钢梯再来给我们一个积分呢 而且说完一行 我们先来换一个行 哎 怎么不见了 哎 这个轮廓怎么办 好 轮廓怎么办 请问怎么办 请问这样怎么办 写个Doc Records I这个位置 对不对 我是拿出I这个位置对你的结构体 对不对 那是接下来再访问这个结构体的 什么 Number水性 因为他第一个家伙是不是叫Number 是应该说啊 对不对 当然 刚刚我一个解决过来啊 因为你看先是先称什么 先序号 再名称 再积分呢 所以现在啊 我还先捡回来 因为刚刚设计这个算法的东西 那 放到我这点 来 把它删掉啊 那怎么办 接下来 怎么做啊 嗯 现在是对于哪 那 E是不是对应这个Number 名称是对应这个Number 五千是不是对应这个积分啊 好了嘛 好 这些怎么办 是不是来的 拿到我们Number 接下来的 是不是一样的啊 怎么写啊 是来个Records I 拿到这个位置的结构体 把我问他什么数据量 Number水性 那这里怎么的 Records 再来的什么玩意啊 是I啊 I点什么玩意啊 Score 不喜欢的吗 那喜欢的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啊 来 一敲 敲完之后 这里有个警告 是因为我们的create 好 再来的嘛 一速度 这里加过是个速度 看到没有 那现在你想这样 那以后我想表示这些有顺序的 而且每一行都是一个比较 比较多数据 是一个整体 我们是用结构体速度啊 一个结构体变量 是表示一行啊 那很多行放在一起 而且有顺序 我们现在把所有结构体 放到一个速度里面出来 对不对 这个结构的速度 但是这个有个注意点 什么注意点 你看啊 刚刚我想访问 I这个位置对结构体的属性 是不是用reqs I然后结构点 再访问它的一个属性呢 这还能看到 对不对啊 接下来看啊 有个注意点啊 reqs比如说我想改变 0这个位置的所有东西 你是不可能想到这样改 啊 比如说0这个位置是代表这一块位置啊 这一块位置是结构体啊 在这里想它是结构体 我可能想写个大话 比如说把它改成0 或者改成4 4比如说 什么样 那个rose 来个什么样 比如说来个铁铅 谁边写的啊 在编辑上去 你看是有个error 对不对啊 这一行是不对啊 第30行是有个错误 会啥呢 因为我说过 结构里这种充实的方式 只能在定义变量同时 听懂吗 我们现在只能在定义数字同时 只能给结构体这样复杂 你是不能这样一次复杂 听懂没有 所以你想给我们这个位置的结构体 复一些值怎么办呢 是只能怎么办 reqs 0 比如说点number 是改成number 把number 是不是可以改成4 清楚这个意思吗 嗯 怎么这样改 OK 我们来编译那些 来啊 编译那些一敲 敲完这来的吗 一复复 是不是变成4 是不是啊 嗯 把0这个位置对于结构体 number 属性是不是改成了4 是不是啊 这样改吧 所以注意啊 这样改是不对的啊 当然了 当然了 这样改是不对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的错误 写法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说了 定义这个什么呢 定义结构体变量 或者定义结构体数的同时啊 才能这样复制啊 才能一定复制 完了 好 这一点搞定状况 那结构体数据做工事非常大啊 啊 你讲一下 那如果你想做一点综合性力的 比如说什么图书管理系统 你是搞很多本图书啊 这些图书 你展示在用我眼前 每一本图书是应该有数据啊 而且每一本图书是都有自己的数据啊 所以你想啊 是不是用结构去做 行吧 行吧